你手上并无兵权,就能助我什么?况且,沈潭朝害我至此,我巴不得将他抽金八国,为何要救他?这桩生意,我拒绝。 宋大人,难道不好奇天涯的真实身份吗? 他不过是先帝救部而已,能有什么身份? 你难道没有一刻的疑心,娘娘为何会知道你的计划?他的祭祀路线,除了身边人再无人知晓,又是怎么泄露出去? 你的意思是,天涯就是江西剑。 什么? 江西剑的真实身份,是前朝奉得太子的遗孤,他潜伏宫中是为了等待时机,夺取皇位。 你和娘娘,都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 你有何证据? 仅凭一面之死,未免太敷衍了吧。 我在娘娘身边安插的人手,在被江西剑拔除前,冒死将消息送出。 他亲眼看到,天涯和江西剑是同一张力。 螳螂不产,黄雀在后,没想到,我竟也当了一回棋子。 宋太尉英明一世,不过是以此施力而已,难道真的要畏缩不前,在这小小西北度过余生吗? 想必此信,还自江西剑吧。 若是连此辱都能忍下,你便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宋太尉了。 够了,我与你合作,言之你不会过河拆桥。 我不在乎皇位,我只要我姐姐的命,带救出她,我便带她和元安离开京城,永不回来。 说得很好,不过我要看到你的价值。 我有两万司兵,只要你点头,就都交于太尉指挥。 你就不怕我捆了你,有你在手,我照样能号令你的人马。 宋大人,你我并非敌人,况且你若捆了我,谁给你提供京城的粮草军房地图呢? 你们沈家人还真是一等一的善于心计。 好,这门生意我硬下了。 头好痛。 你醒了? 陛下。 宋敬现在逃窜至西北,虽然仍贼金不死,但不过是丧家之犬,不成气候。 若你想亲自处置,朕便拆人将他捉来。 这些事,你虽不问,但朕明白,你心里是想知道的。 还是瞒不过你,所以我的失踪可有引起朝堂动荡? 有林相在背后动作,百官只当你还在耕山,未曾发掘端倪。 林相? 你恐怕还不知道朕这个身体的真实身份吧? 这个身体便是朕的叔父,奉得太子之遗孤。 江西剑,从血脉上而言,是朕的堂弟。 从前朕为君王时,朝堂内便有股势力在暗处支持奉得太子。 朕当时精力有限,始终未将此势力彻底拔除。 朕重生归来后,才发现,林相竟是这群势力的贼手。 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,为何要这样做? 大概是觉得朕残暴不仁,比不上仁善的奉得吧。 不过说到底,就是一群腐朽鱼孽而已。 几日前,朕已借着江西剑的名头,将他们召集到林相府衙,一举拿下。 饶势如此,仍有几个漏网之鱼。 元安治下的江山尚有隐患,但很快,朕会给他一个和清海雁。 没有后顾之忧的天下。 威胁元安之位的人,朕绝不会放过。 为了元安,他竟不想重蹬地位吗? 朕虽不喜周九涵,但不会伤他性命。 拔除林相党羽后,朝中官位控悬不少,朕让他选拔新的官员。 待一切妥当,他便会自请外放,朕会保他一生无鱼。 你想护的人,朕不会动。 你我的血脉,朕必一生守护。 神探潮,这是朕的诚意。 陛下,您不必这样。 不,朕一定要。 周九涵来过之后,你的下落便不是秘密。 各方势力定然会蠢蠢欲动,试图营救你。 清清,你也应该展示你的诚意。 选择朕,陪伴朕。 那往后呢? 朕会帮元安扫清障碍, 然后对外撑你病逝,将你安置在凤山。 陛下这是要将臣妾彻底囚禁吗? 不是,待局势安定,朕会同你一起隐居。 那臣妾还能见元安吗? 宫内人多眼杂,未掩饰人耳目, 朕会每年让你与他会面一次。 元安还年幼,陛下不必这样困住我的。 虽然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, 父慈子孝,朕已十分欢喜。 但是,神坛朝,你实在是太过狡猾, 朕不敢有一分一毫松懈,不能心软。